为了改善大南社区道路现况,县长林明珍在县议员黄世芳以及普里镇代表会主席胡佳成的反应之下, 禁止到现场进行会看。 李长表示,大南社区重化资金已经过了十多年,许多道路也都已经破损相当严重。 感谢代表会主席以及黄世芳议员能够与县长到现场会看,改善目前道路的现况。 现场林明珍表示,大南社区这条道路,路面确实破损相当严重,也恐会危及庸路人的安全, 因此现场方面也会筹措经费来改善,让庸路人能够更安全。 因为路面都不重新磨刷过,这路面也很沉沉沉沉,尤其社区有大很多人, 乘楼巴布洛在外面没被陠,有一个危险性。 所以今天由我们的黄世芳议员和李长和代表和主席都很关心, 特别邀请我来了解一下 是一间来检查路面 其实很差 有需要重新抛除 有需要新的路面 有我们保安社区 和我们这些居民 跟这些里面出现比较好走 先远黄世芳感谢林县长 能够关心大南社区道路的问题 与诺改善道路 让大南社区居民出入 也能够更安心 非常谢谢我们林明珍县长 来我们福尔社区来会看 因为这个福尔社区的领外大陆 已经从民国九十几年 到现在都没有在铺设 那因为现在居民是越来越多 居住在这边 那谢谢县长来一些经费 争取到我们福尔社区来 来铺设这个路面 让我们这里的社区的居民 有一个好的路面可以行走 副医长拍拳肯定林县长的用心 也希望会干后 相关单位能够紧述规划改善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记得张伟一普理采访报道